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 由科技部主办的2017未来科技展 聚集全国72个学研单位 三大法人科研机构 三大科学园区联手 展出109项前瞻技术 惊奇一连三天在世贸餐馆展出 副总统陈建仁今天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 期许未来科技展能引到产业认识台湾创新的科研内容 洞悉发现产品升级和资金投注的可能方向 让台湾在这场国际科技大战中靠创新技术抢占一席之地 承建仁致辞时 首先感谢台湾学研机构的贡献 并期许未来科技展能引到产业认识台湾创新的科研内容 提早发现产品升级和资金投注的可能方向 节省产业摸索过程 同时创造人才发挥的舞台 经由建立产业和学研机构紧密合作的生态体系 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坚强后盾以及新的成长 都能让台湾在国际科技大战中靠创新技术抢占一席之地 科技部陈良基部长指出 科技研究发展是全球进逐的焦点 相对其他国家 台湾是资源较不足的小国 必须存有小国大战略的精神 找伙伴打群架务实地以征集资源和整合专注的思维 用跳跃式思考来洞察科技发展先机 陈良基说台湾学界蕴藏着许多优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究人员与研发成果 这些科研成果涵盖领域都是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关键 未来科技展正式让这些成果能够具体产业化的重要平台